大家好,我是邵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香港早期惊悚片 《触目惊心》 这部电影结合惊悚寻影元素 由任大华周海妹黄百明主演 到底是有多惊心呢? 一起来看见眼儿 阿美和大明是对恩爱的小夫妻 他们厌倦城市生活 在郊区买了一套度假别墅 生活美好,乐无边雅 这一天,他们终于搬进了新家 小两口满心欢喜的收拾房间 阿美想要晾衣服 却发现找遍整栋别墅 竟然没找到一个晾衣架 大明就比较机智 扯起铁丝,自己做了一个晾衣架 此时,阿美顺手扔给大明一个苹果 没想到,苹果直接打到了铁丝上 被销成了两半 好家伙,果然够锋利 两人被吓了一跳 大明提醒阿美 这跟铁丝太危险,一定要注意 随后,两人回到屋子 就在此时,丈母娘上门了 她听说小两口搬新家是来祝贺的 还带来一个威武的神像 说是能镇宅驱邪 好家伙,果然够丑陋 晚上,乔间新居 自然要嗨陪一下 阿美随手扔掉睡衣 正好盖在了丑陋的神像上 大明刚爬上床 猛然看到了床头的神像 竟然直勾勾地望着他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诡异 阿美看到丈夫好像有点不开心 立刻把神像放到了置物架上 大明刚松了一口气,刚躺下 甚至神像竟然自己掉了下来 把大明的鼻子给砸破了 第二天,大明是越想越不对劲 他悄悄把神像扔到了垃圾桶 却正好被再次上门的丈母娘看个正着 他严厉批评了大明 还说这样做是会遭到报复的 就这样,神像又一次回到了大明的家 这一天,阿美在泳池边悠闲地晒太阳 不知何时,神像竟然也出现在泳池旁边 还直勾勾地望着阿美 然后阿美就诡异地溺水了 觉得他侥幸逃上岸之后 无意间一瞥,正好看到神像 这一幕让他吓得浑身发冷 他也越发感觉这个神像很不正常 之前晚上,阿美又独自在家 诡异的神像又自己跑出来了 把阿美给吓了一跳 阿美也变得有点魔震了 另一边,出门应出的大明也频频出现幻觉 他在开车回家的时候 差点撞到一个白衣男子 正要瞎吃理论 白衣男子却突然拿出一把刀 直接把大明给杀了 在大明的钱包里 他发现了别墅的地址 还有他漂亮的媳妇阿美 阿美正在家里洗澡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出了意外 门铃突然想了起来 阿美高兴地去开门 还以为是丈夫大明回来了 开门一看 外面竟站着一个陌生男子华仔 华仔自称是一名警察 在路上发现了大明的跑车 可是车上一个人都没有 阿美很难心 也很害怕大明出意外 华仔以拨打电话求助为由 走进了阿美的家 最后这时 门铃再一次想了起来 阿美前去开门 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一名白衣男子 疯疯点点满嘴胡话 华仔上前一把制伏了白衣男 阿美这才有时间好好打量白衣男 原来呢 白衣男只是村里的一个神经病罢了 眼看也问不出什么东西 华仔直接把白衣男给撵跑了 此时 阿美有点饿了 独自跑去楼上煮东西 而楼下的华仔 却打开了电视机 悠闲的看起了电视 此时 电视上正在播放 华仔杀妻的新闻 原来 华仔是一名杀人犯 那么独自一人的阿美 该怎么办呢 殊不知 她自己也在楼上 看到了华仔杀妻的新闻 阿美很害怕 想拿电话报警 却惊悚的发现 电话线已经被剪断 华仔也露出了真面目 但拿出刀 威胁阿美乖乖听话 紧接着 把她带到了客厅 此时 电视上 依然在播放 华仔杀妻的新闻 华仔突然发狂了 她粗鲁的把阿美 绑了起来 到处砸东西 在这之后 阿美偷偷解开绳子 逃到了二楼 她能顺利逃脱吗 不可能 华仔很快追到了二楼 说到华仔即将 秒杀阿美的时候 神像突然从架子上 掉了下来 直接把华仔砸懵了 趁着华仔懵逼的功夫 阿美赶紧逃到了室外 为了不被发现 她跳到了游泳池里 这一幕 简直 太美了 清醒过来的华仔 紧随而至 她在勇士边上 一阵扒了 并没有发现阿美 阿美等了一会儿 就自己爬了上来 不爬上来也不行了 实在憋不住 也就在此时 华仔去而复返 阿美只能继续逃命 她逃到一个柜子里 跑来跑去 又跑回了室内 幸运的是 华仔并没有发现她 但是 衣柜里突然出现几只蟑螂 阿美被吓坏了 嗷呜一嗓子跑了出来 女人啊 女人 没办法 阿美只能继续逃算呀 这一次 她又一次跑回了院子里 跑到了晾衣服的铁丝前 她猛然想起 那天铁丝切苹果的画面 赶紧低下了头 但华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直接领了盒饭 阿美终于成功脱险了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并没有 故事结尾 阿美抱着神像 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那么看到最后 神像到底什么来历 其实华仔之前的时候 确实是一名警察 她在一次追捕逃犯的过程中 她把逃犯当场击毙 正好看到了这个染血的神像 从此 华仔就变得神经兮兮了 不仅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自己也变得腹黑了 而且还杀害了大明 这段神像怎么看 是怎么邪恶呀 估计就连阿美 最后也可能领盒饭吧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